我还是那句话劝国民党 当一个领导人没有什么诚信 没有什么公信力的时候 你想想你自己的办法 别人会不会接受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在3月15号 我在3月16号 我曾经讲过 国民党的提名小组 应该要把执政县市的县市长统统纳入 今天朱立伦宣布 他要聘请侯友宜新北市长 蒋万安台北市长 桃园市长张善生 台中市长卢秀燕 组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提名小组 但事实上 这一些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从3月13号一直讲到3月19号 他果然听进去了 但是当他去征询的时候 大家都是态度保留 没有正面答复 也没正面回应 更没有答应 说这个事情需要讨论 朱立伦认为 那我对国民党 我对朱立伦经常的批评 那我经常批评他的时候 那我的建议 那他为什么他要采纳 我又不是先知 我也不是算命的 我也不是神仙 但是各位可以 从3月13号看我的视频 我就说你这个提名小组 一定要把国民党执政 县市的县市长纳入 如果不纳入的话 你又另起炉灶 弄一个选册会 在那边架床叠屋 伪装建筑 那请问你们党员 跟被提名的人 心里做何感想 所以呢我可以说 我看到今天国民党公布 说要把这一些执政县市长 通通给纳入到提名小组内 我不禁感慨万千 五六天的时间这样子过去 五六天的时间 让民进党捡到枪 天天批评国民党 那国民党对于民进党 做的一些事 好比说二胆逃兵 好比说电费上涨 那你好比说他很多政策 几乎通通都忘了 没有人提出咨询 天天在为了提名的事情 搞内斗 这个是我非常看不惯的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嘛 民进党现在发生那么多的事 你三分之一席次的 国民党籍的立委 战力都不如一个高金素美 那你说 你究竟想要干嘛 所以我经常讲 国民党是撕蜡烛 点的都不会亮 那你说蜡烛 我还接受 蜡烛至少点的会亮 不点不亮 可是撕蜡烛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 你加再多的柴火 它还是不亮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 国民党 他提名小组的名单 要出来的时候 他把四个人纳入 那我现在不客气的讲 他涵盖的是北部跟中部 那南部呢 请问在南部你要如何处理 你现在不是闹了一个笑话吗 3月16号成立选择会 到3月18号突然撤销 你既然认为这个是有存在的必要 你为什么你要撤销 当别人猛烈的抨击的时候 你还是认为说这个小组 是有存在的必要 一直到民调出来 相信你跟黑金没有关系的人 只有16点多 那民进党跟黑金那么密切 还有26点多 那民众党还有32点多 就是说对黑金的信任度 本来大家不会把黑金 联想到在野党派 但是没有想到你国民党 自己搞一个选择会 你扎自己的脚 拆自己的台 让台湾社会 让民进党 时代力量 民众党天天检讨你这个选择会 让国民党的形象 直线滑落 然后到了最后 好了 既然你们都有意见 那我撤销 我另外提一个提名小组 这就是两名中常委 跟我通话的结果 他说有话兄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意思 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你应该赞美几句 3月13号到3月18号 足足5天的时间 你真的是好事不干 你坏事一大堆 到了最后 那你说好 选择会撤销 我要弄一个提名小组 请问提名小组的法院 依据在那个什么地方 我一再讲 就是说这个提名小组 你要把县市长纳入 但是你先找一个法员 现在都在病急乱投医 我很不愿意批评国民党 我也很不愿意 告诉国民党这些人 就是说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谁犯的错最少 谁会赢 我只是跟你讲 国民党的赢的策略 那是什么 那至于说你朱立伦个人 或者那你国民党如何 我本人没有兴趣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我既不是战斗篮 我也不是国民党中生代 我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我只不过在实事求是 我告诉你选举的一些作为 到底那是什么 确确确实的说 现在看到国民党这个样子 我们心中是有无限的悲哀 好 你说你把蒋万安 你把张善政 你把侯友宜 你把卢秀燕通通纳入 还有未来的像南部地区的黄敏辉 或者谢龙介 或者柯志恩 你们陆陆续续的纳入 的确 如果你第一步就这样做 没有人会怪你 现在你成立这个提名小组 等于是为你选册会插屁 我们批评的是在这一点 就是说你选册会可以撤销 但是你要经过党内正常的程序 撤销完成以后 你再说我可不可以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让别人耳目一新 不是说今天撤销选册会 今天要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我真的不知道 国民党在搞些什么东西 等同提名小组 是为选册会插屁股 从这个角度我们分析 就是说你这个提名小组成立的 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只不过外面的舆论 批评你太厉害 你就不得不做一个妥协 就是说上午把选册会撤销 下午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像话吗 就是说朱立伦不能够永远再搞伪装建筑 不能够老是另起炉灶 你不能够老是在搞这个密室作业 你要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请问那你征询过蒋万安张战争 侯友宜跟卢秀燕黄敏会他们的意见了吗 没有就好像那你是一个当家的 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你不顾成员们的意见 我就是说我要成立一个提名小组 我就成立 万一这些人不愿意担任提名小组的成员 那你党主席的威望怎么处理 所以我在3月13号我就讲 朱立伦应该要跟这些县市长进行请义 我不止3月13号 我在过完年以后我就一直在讲这个议题 你至少立任党主席 你要去跟他们请义 然后提名小组 你应该要跟他们这些人请义 你要两条路线并重 但是莫名其妙先弄一个选册会 当被别人骂的 你没办法辩解的时候 你又负气的成立一个所谓的提名小组 你连商量你都不商量 那这些县市长拒绝 那朱立伦怎么下台 就是国民党胜选以后 截至目前为止 一团乱 所谓的一团乱 就是坦白来讲 就是你朱立伦现在做的任何的方式 你提的任何的办法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 不是说那你没有公信力 而是说这种小动作太多 你小动作一多的话 大家一看 就是说都会怀疑 就是全部怀疑你的居心 就是说现在提名小组 大家就会怀疑 是不是选册会擦屁股 你好好的一个办法不去定 先定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办法以后 你还想矫枉过真 然后又跟我打了一通电话 是按照你的意思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不过我告诉朱立伦一句 你们不了解民进党的选战的战法 所以你会赢是有其他的原因 不是说你朱立伦英明 或者是你选策会的抉择 或者是决策 通通都是对的 这里面的因素是非常的多 我现在我就建议 国民党从10月5号 把我的视频好好看个一遍 你就知道你赢在哪边 你输在哪边 你不要老是 当别人跟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那你就说我在唱衰国民党 你有这种心态 跟民进党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今天我很不客气的讲 朱立伦还是病急乱投医 胡乱成立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问题风波还没有结束 那你又弄一个提名小组 那请问法院依据何在 中堂会何在 能不能够透过正常程序 你既然你撤销 你也经过中堂会决议撤销 选策小组在今中堂会同意 成立提名小组 而提名小组的规章那是什么 大家都讲清楚 你把所有县市长通通找来 我们的提名原则那是怎么样 一条一条讲清楚才能服众 而不是用这种病急乱投医的方式 来处理这么繁复的提名问题 那事实上我还是那句话 劝国民党 当一个领导人没有什么诚信 没有什么公信力的时候 你想想你自己的办法 别人会不会接受吧 好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